蛇是喜欢吃生肉的 但我不喜欢吃 快点吃吧 会饿的 肉要煮熟了才能吃 你饿了我会心疼的 放肆 还不吃吗 你不吃 是不是想让我再亲你啊 不必 我吃就是了 你醒了 给 我屋里有只猫 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 好吃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小黑蛇 跟我走吧 我看 这是何处 是他 梦境中他是个男儿身 为何如今是个女人模样 你醒啦 你知道吗 你是我认识的蛇里面 长得最俊俏的 你看 你头上还长了脚 这手感滑滑的真好 本君看起来很像蛇嘛 你知道吗 在山洞里看到你的时候 以为你在冬眠呢 后来我想 现在不是九月份吗 还不到蛇冬眠的时候 就想你是不是受伤了 带你回来休养 金泥兽法力最高 却伤不了我的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为什么这里 除了飞禽走兽以外 都见不到与我一般的人呢 此处是东荒郡极山 金泥兽霸占此山实在有余 自然没人敢上来首领 我跟你说 我呢 就只有这间草屋 我看你也是无家可归 不如你留下来 我来商量你可好 本君只要三日 就能恢复人身 重返天宫 何须你来养 不对 我不应该同你商量的 我既把你捡回来了 你就应该留下来陪我 不过若你想要走呢 我也不拦你 但你不能再有其他主人了 好吗 主人 好了 我呢也没有打到什么东西 只有这些果子 你就吃这个果子吧 这扇子 莫非是欲清昆仑善员 一个凡人 怎么会有昆仑须的法器 我捡你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你受伤了呢 好 那些鸟被我捡回来的时候 也是用的这种草药 不出时日便可以好了 你忍一忍吧 很快就好了啊 你这是东方特有的浮草 又剧出腐烂制药的功效 要配上再生功效的 姜果汁才有用 尤其你单独用这个 除了将我身上的伤口加身 并没有什么好处 好了 我对你好吧 蛇是喜欢吃生肉的吧 蛇 是喜欢吃生肉的 但我不喜欢吃 快点吃吧 会饿的 肉要煮熟了才能吃 你饿了我会心疼的 放肆 还不吃吗 你不吃 是不是想让我再亲你啊 不 不必 我吃就是了 此处的蛇真是聪明 还知道挑剪自己爱吃的东西 好 幸好那日把你带回来了 你比那些鸟啊还有猫 都聪明多了 不如你跟我一起 去集市上换些东西可好 我在此处已经三日 该与你告辞了 虽然你将我身上的伤 有加身了些 但心是好的 多谢三日款待 就此告辞 那我们说走就走吧 嫦嫦你看不出来 就要下雨了吗 快要下雨了 好 先找个地方躲躲吧 乌云这样就散了 你又睡了 你又睡了 不是吃就是睡 真的是条蛇 买包子喽 当初桌的包子 卖了些果子 换了些铜钱 等一下我们去吃茶听戏 走吧 这幅 看看这幅啊 这幅若发生昨天的事啊 保证能受黑龙的庇护 毫放无损 来来来来 都有都有啊 都有都有 这幅真的能去妖吗 那当然 姑娘也想来一幅 妖怪我不怕 一个姑娘家 竟有如此胆量 居然不怕妖怪 好 太心态了 好 太心态了 好 太心态了 太心态了 太心了 她是被打翻白地 坐时驰哪得快 只剑对雍雄云的要脑分身 翻身将那老虎齐在胯下 她是挥了三拳两脚 姑娘 你怎么又跟着我 我不满夫 贫道只想问问姑娘 这扇子的来历 捡的 卖给贫道如何 不卖 这扇子是我捡的 第一个物件 我要留着做个念想 留它有用 何必要强行留它呢 我说不卖就不卖 姑娘 你看你 你 姑娘 为何在贫道画幅之时 偷走了贫道的扇子 谁偷你的扇子了 还给我 就是你 刚才贫道在门外画幅 你上来凑热闹 趁我不备 就偷走了贫道的扇子 这扇子是我捡来的 你 大家看一下啊 来来来来 姑娘 既然你嘴硬 我们何不找一中间人 做个见证 看看这扇子到底是谁的 扇子本就是我的 何须旁人平派 如若这扇子真是姑娘呢 那你知道这上面画的是什么 又是何人提的字 是啊 有道理 我之前并未仔细看过 你当然不知道 哪怕你知道了 你也不知道这扇子的来历 这可是我祖师爷传下来的 传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代了 此扇画的是仙山昆仑图 此扇乃仙家法器 玉卿昆仑善 玉卿昆仑善